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咱们来看由西西维亚所写的《枕上书》外《三生三世两仇生》,第三卷,第三章 浩德君十四万年整,天君浩德谢天帝之位,传与太子叶华济之,赶年浩为玄业元年,继任大典与灵霄宝殿举行,四海同庆,八荒共赫,其师慈航真人与原始天尊道场观礼,东华帝君坐于最高座,立后白凤九立于其右,天君浩德将洗印封存 谢君泉与继任天君,装而重植,对其孙寄予厚望,礼帝,新任天君叶华携天后白浅踏出灵霄宝殿,受九道天雷八十一道荒火,夫妻二人直舍共赢,众神观之,赞之 东华,你从父舍手里接过天帝公主之位时,也受了九道天雷和八十一道荒火吗? 凤九仰着头,问站在身边观看这一藏酷礼法的自家夫君 嗯,每一任都要理,若是已有婚配,则夫妻双方共干 还好我姑姑是个上神,想了一想,又是一笑 还好我嫁你的时候,你已经不是天帝公主了,这九道天雷和八十一道荒火,若是打在我身上,我定守不住 想当年,区区六道天雷就要了你的命,东华不留情面地接了他的短 我那时年纪小,修为不够,又刚断了一尾,也不能全怪我 你如此任性执拗,再长大些也一样 东华暗暗伸出手揽他的腰 本帝君也不在,你就容易闯祸,这四海八荒也只有本帝君护得住你 鼻子里哼了一声,小嘴也跟着撅了起来 脸上看似很生气,身体倒是非常诚实地靠在了东华的怀里 手臂也熟练地缓在了他精壮的腰上 上一世他就已经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代价 如果没有东华,他哪里还能活过来,又何来如今快活的日子 既然大典后,这九重天又庆了七天七夜 摇池伴的场千花盛宴已是庆贺,第七天 成天台也盘了几场戏,东华带他去看 两人坐鱼缸坐的雅致包间内,宛如一对寻常夫妻 他笑得前仰后合,他给他拨着核桃 前几日,一夜来太成功看他的两个仔 顺便提醒他,飞升上仙之节已尽 让他万不可疏忽 这几日,凤九便一直躲着东华 他太了解他那夫君的性子 若让他小的,定要帮他党 但这是他自己的天节,也理应由他自己来扛 可天底下又有什么事能瞒得住东华帝君 尤其还是关于凤九的事情 子依尊神早已算出了日子 也为此做好了准备 当那片熟悉的云头拢向太成功时 凤九正在后厨准备午饭 他叹了口气,所以放下锅勺朝屋外走去 他在后院一处偏僻的角落坐定 运气调息,等待着天雷的降临 凤九有些忐忑 上一时天雷落在身上的滋味他还记得 剧烈的痛楚将原神生生撕裂 痛苦的记忆让他的身子止不住地颤抖 不过是三道天雷罢了 凤九觉得自己这样害怕挺没出息 突然,跟前落下了一片紫色 他随即被拥入了温暖的怀抱 熟悉的白檀香将他包围 东华 他下意识地抱紧了他 我知道这天雷应该由我自己来受 可是我怕 不怕,我在 东华捂住了他的耳朵 阻隔了隆隆的雷声 一道都打不到你身上 我保证 脑袋在他的怀里摇了几下 我不想像姑姑那样莫名其妙地就飞升上仙 那样是不对的 我不许 他将他搂得更紧 上一时他独自受了六道天雷 散尽原神 这一时他岂能容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才三道天雷而已 踢不死我的 一道都不行 子依尊神立刻断了他的念想 你真是霸道地不讲理 虽然嘴里埋怨 但凤九却更紧地抱住了他 既然东华执意如此 那便随了他的心意吧 否则上一世的事情他终是过不去 东华 你答应过我的 去哪里都会带着我 现在你要替我LAP 也带着我 我要陪着你 一直陪着 好不好 好 一子一红两个身影相拥而坐 子依尊神将怀里的女子护在内侧 天雷落在他宽厚的背脊上 原神撕裂的疼痛引起了一阵战力 是不是很疼 他抬头问他 不疼 他低头且笑 第二道天雷落下 在子依尊神的背上 留下了一道血痕 被他护在怀中的凤九看不到 东华 你出汗了 他抬手替他去擦 他看着他 目不转睛 柔情满意 第三道天雷落下 子依尊神喷出了一口赤金血 衣裳弄脏了呢 他抬手附上他衣巾上的鲜红尸乳 重复着上一世他临终前的话 反正都是红色的 不打紧 他用袖子替他抹去了嘴角的血迹 雷云散去 万丈霞光拢上一世三天 看看你周深的仙泽 他提醒他 凤九低头 这才发现自己的仙泽已有了变化 不知道今日晚善 本地君能否吃到凤九上 先亲手做的酱肘子呢 凤九笑了 好 你想吃什么 本上先都给你做 掐了个绝法 他被江东华带回了寝殿 宽了他的衣袍 凤九才发现他身上的多处心心伤口 他替他上药 为他包扎 眼泪止不住地流 东华的身子上布满伤疤 这些都是在战场上流下的成年老伤 唯独胸口上的那道例外 他看起来依旧很腥 泛着微微的红色 你哭什么 东华皱着眉头看他 没什么 心疼你 他抬起袖子 胡乱擦了一擦 身上有伤 躺着不舒服 你接我靠会儿 他叹了口气 自顾自地侧了身子 就枕在了他的腿上 时光仿佛又回到了 他们在梵音谷的时候 那时东华总是这样 厚颜无耻地占他便宜 凤九的手轻柔地理着他的饮霸 他已经睡着了 安静地像个孩子 傍晚时分 东华短暂地醒了一会儿 哲言从市里桃林赶来 为他枕了脉 也留了些丹药 他把凤九交到一旁 说了几句话 他的脸色不太好看 那六年的沉睡 根本不够他调戏休养 原本应该至少闭关几百年 却也迟迟未成行 东华的先法修为 一直恢复得很慢 如今又受了三道天雷 更是雪上加霜 如再这么放任下去 恐要波及鲜远 凤九默了许久 哲言 你可有法子让他直接沉睡 法子是有 但是你不与东华商量一下 鬼鬼和笑儿还这么小 想来东华也是不会同意的 这件事情 以东华的脾气 但他醒来后定是要震怒的 凤九无奈一笑 我没见过他震怒的模样 见一见倒也无妨 他这一睡 至少几百年 小九 你可想清楚了 我可以的 小叔父 东华只是沉睡罢了 我还是能时时见着他 龙龙和笑儿也是 只要他好 我别误他求 哲言很是欣慰 你长大了 亦是当得起帝后之位 第二日 叶华 沐渊 林颂和哲言 齐聚太成功 崇林也立于正殿内 帝后白凤九大致说明了情况 殿内气氛凝重 当日 哲言便以丹药术法 迫使东华帝君陷入沉睡 沐渊将滚滚带回了昆仑须 按照东华上一次沉睡前的嘱咐 父神嫡子将亲自交他 林颂暂缓了他与成玉的婚事 决意前心闭关百年 修回周深宪法 以防不测 在东华沉睡的这些年历 若昆仑再现崩塌之时 总得有一个人能去调伏 那个人不能是沐渊 更不能是叶华 也唯有他林颂能担此重任了 男人当以天下为重 你不必顾及我 成玉很是豪爽 安息闭关 我哪里都不去 就在云居宫里等你 在林颂闭关的这些年 除了摇池 成玉去的最多的地方 必是太神宫 一个女人独自带着年幼的孩子 总会有诸多不便 她平日里闲着也是闲着 经常去也好帮衬着点 凤九心里很是感激 所以以前她也独自带着滚滚 过了两百年 但彼时她只需要滚滚滚 而今她是太神宫的帝后 又是东方女军 除了要处理宫中内务 和东方政务外 平日里还要照顾沉睡的东华 凤九小心保守着 东华沉睡的秘密 即便是清秋的长辈 也未套路分好 白日里 凤九得控便会练习剑术 她已是上仙 那么就得担得起 这上仙的切品 也要对得起东华 替她挡的那三道天雷 即便现在帮不上东华的忙 但总有一天 她会飞升上神 到那时 她便可以站在东华的身边 与她并肩作战 到了月深时分 当她脱着疲惫的身子 回到寝殿后 她便躺在东华的身边 望着她清静的眉眼 与她说说白日里发生的事情 她会抱抱她 亲请她 即便东华不会对此 做出任何回应 昆仑须那一段 因着东华帝君长子的到来 昆仑须也是日渐忙碌 先前滚滚都是由东华帝君亲自教的 因此这孩子的眼界也是极高 普通的剑法入不了他的眼 墨渊只得一上来 便传授昆仑须独门招数 虽只是个千八岁的孩子 但滚滚的奇异 意识高深 平日里一两人五见五类了 并云地画出奇盘对异 时不时地聊上几句佛法 墨渊总是有种错觉 他对面坐着的是东华 那些年 上晚再也没有来过昆仑须 甚至这四海八荒 都鲜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有时墨渊会怀疑 上晚的复活只是他自己意想出来的 否则他无法说服自己不去想他 东华有了凤九 折眼有了白针 只有他莫焉仍旧是鱼个人 上古尊神语化的语化 深归混沌的不计其数 他已是三十六万岁高龄 上苍留他于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无人的深夜 他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会是那三读卓西吗 又会是更重要的事情 银发的孩子 不知疲倦地从中庭的桃林 一路朝着后竹跑去 刚刚他打赢了丛林 他年轻从许诺 若是赢了便做酱肘子奖励他 他最爱酱肘子了 因为娘亲说 夫君最喜欢吃这道菜 凤九曾问过东华 为什么他如此喜欢酱肘子 东华只是笑笑 没有答他 子一遵神一直记着 曾经在这一时三天 太成功外的分头力直边 一位白衣少女 用了两盘酱肘子 被吓跑了前来 所有相亲的偏偏男子 而就是那一日 他们阴差阳作地说上了话 夫人 我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交二殿下了 是否该送他去昆仑虚 丛林的这个提议 凤九考虑了好几个晚上 滚滚去昆仑虚 已有一千余年 他因要照顾年幼的笑儿 也极少去探望 凤九日日思念他 却又不得见他 如今若是将笑儿也送去 他能否受得住 这成辈的思念之苦 望着身边 依旧没有苏醒迹象的东华 凤九落下了眼泪 这些年他独自承受了太多 这才明白东华 为他和孩子的默默付出 他想他 发疯似地想他 他哭着睡着 又哭着从梦中醒来 凤九觉得自己很没用 不过一千年的时间 他便受不住了 而东华整整等了他十八万年 疲惫的一夜过去 又迎来了一日的操劳 凤九在后厨忙碌着 他昨天答应了笑儿 要给他做酱肘子 他换来了仙冠 让他送一份去昆仑虚 滚滚爱吃肉 而昆仑虚的膳食 又一贯的清淡 想来滚滚也一定很是 思念他这个娘亲做的菜吧 社会思绪 他独自去到中庭 寄出逃柱剑 他便在逃林里捂了起来 这套剑法 是东华在反应古石教他的 他还记得那时 东华搂着他的腰 握住他直剑的手 在耳边说 看好了 凤九依旧清晰地记得 那时候心跳得很快 而背后靠着的 那个胸膛中传来的心跳 却是沉稳有力 那时东华的心还是完整的 指尖的琉璃界 在阳光的映射下 徐徐生辉 里面的凤雨花 娇艳欲滴 潜艇中的佛林 突然急速生长 一路蔓延到了中庭 凤九停了动作 震惊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东华 逃出剑掉在了脚边 凤九朝着寝殿的方向 狂奔而去 推开殿门 只见紫衣尊神仙姿玉力 迎着阳光 他向他张开了怀抱 指尔说 你起来后会震怒 他一时哭得气不成声 嗯 本帝君很生气 东华将他搂在怀里 轻柔地安抚着 他哭得这样厉害 他也没法跟他好好说几句话 凤九哭了很久 哭得身子软软绵绵 东华索性将他抱上了软榻 等到凤九终于停止了抽气 东华向来冰冰凉凉的声音 便也传了来 哭好了 哭好了本帝君不要开始生气了 凤九低着头 像急了做错事的孩子 谁出的主意 是我要求哲言这么做的 你不要怪他 你胆子倒是大得很 他又抬手给他擦了擦眼泪 你该与我先商量一下 我哪里说得过你 说不过 你别暗算我 纵横往来从无败寂的东华紫府上阳君 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居然被帝后给算计了 他苏醒时便发觉了身子的异样 试了试仙法 果真是已完全恢复 掐着一算 才只已过去了一千多年 能让他陷入沉睡的 四海八荒 也只有那只凤凰了 但那凤凰绝不敢如此为之 但若这是凤九要求的 那便也说得通了 东华 凤九缠着他的胳膊 使出了绝招 久为了的兵败如山倒之事袭来 东华只得缴械投降 以后不许 他用了仅存的定力 严肃地给予了警告 第二日 紫衣尊神出现在了昆仑须 他一见到紫衣银发少年 并寄出沧河 与之斗了百多个回合 末了他很是满意地摸了摸少年的头 看来莫冤教得你不错 还过得去吧 个头还为挤紫衣尊学腰线的少年 看上去一脸的老臣 莫冤少神的剑法 还是无法和傅君相比 东华心安理得地点了点头 看来你在这里也没什么可学的了 去收拾一下 父亲亲你回去 带滚滚走远后 紫衣尊神沉了口气 你那半个昆仑须可还说得住 站在他身后许久的父神笛子走了过来 同他一起望向那个最令人担忧的方位 一直在羞羞补补 妙落的元神已居得差不多 离再次进化不会很远了 早说过你那昆仑须不劳 你可有和凤九说过此事 莫冤见他宁谋不语 便拆了个大概 珍惜记下来的时光 找个机会告诉他 关于进化之事 东华并未打算同凤九提起 离开昆仑须前 他特意探了他内部的情况 虽不太妙 但若处理得到 也能再撑个几半年 这段时间 他要留给小白和孩子 滚滚已有两千岁了 他长高了些 也变得更为沉稳 孝儿也过了千岁 崇林一直在教他 但东华不是满意 若他亲自来教 并不会只是现在这样 不上学堂时 东华便在中庭的桃林 教两个孩子剑法 他教滚滚时 孝儿就在边上看着 眼中满是崇拜与渴望 当滚滚累了 便轮到了孝儿 只有东华不知疲倦 白木 好好看着 掌胸如腹 你该学会如何教导孝儿 滚滚觉得父君这么说 有些不公平 毕竟他才是孝儿的亲爹 东华倾心尽力地传授着 微口时间不够用 有时他会连小白一起教 虽说他一直承诺 去哪里都会带着他 可若真到了那一天 他又如何舍得 他还那么小 他们的孩子也还那么小 新婚燕尔的连颂 偶尔会来找他下棋 他们之间的话题 从未离开昆仑须里的三读卓西 连颂知道情况不妙 也做好了随时调幅的准备 然而东华却有另外一番打算 随后的几百年里 东华帝君每年都会带着妻儿 去避海苍林住上一段日子 除了享受天伦之乐 他还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便是将控制的妙依慧明镜 进行修缮 如今渺落 聚集原神的速度越来越快 若他再进行一次进化 在第一次进化后 苗若用了十八万年捡土重来 而他沉睡了十二万年 上一次 他原要用自己原神寂灭时的力量 将妙依慧明镜 以并带入混沌 做个彻底的了断 可小白的闯入 断了他的计划 墨烟又将卓西西数引入了昆仑须 妙依慧明镜是东华亲自打造 他自是熟悉得很 而昆仑须是墨烟的地盘 并也只有他最清楚 进化一世 他们早就商讨过 墨烟一个人的力量是成不了的 若一起行事 即使他们会双双陷入沉睡 这四海八荒 能否收得起两位上古尊神的相继沉睡 若再生战时 一华一个人能否担得住 东华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这些年 凤九隐隐觉得东华有心事 他不告诉他 他便时时问他 胡思乱想 东华还不打算告诉他 至少眼下不会 他正在修缮妙依慧明镜 计划将三毒灼西 再次引回他原来该在的地方 在此之前 他需要入那半个昆仑须 处理一下渺落的元神 这将耗费他半身仙法 导致百年的沉睡 但这将为四海八荒 争得几万年的太平 因为他与小白 争取了些额外的宝贵时间 这也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这件事他一直默默地进行着 无人知晓 哭声震天 咬得整个太成功都不得安宁 滚滚抱着胳膊 看着坐在地上的笑儿 很是无奈 脸上挂着嫌弃 语气也是不耐烦 打输了你就哭 地上的孩子一边哭一边点头 他还那么小 他哥哥不该让着他吗 为什么每次都要把他打得站不起来 我可不是重灵 打个架还故意让着你 就你现在这些招式 能打得过谁 可重灵说我已经很厉害了 你确定你听权了 能门一挑 颇有点他父亲的样子 重灵说 还赖在地上的孩子 努力回忆了一下 对了 他说的是 在同龄的孩子里 我已经很厉害了 笑儿 银发少年在同样是 银发的弟弟面前蹲了下来 打架的时候 可不会先报年龄 对方也不会因为你年岁小 就手下留情 地上的孩子想了想 点头表示赞头 那还不起来 地上的孩子 虽朝他伸出手来 滚滚看了 也只得无奈地去拉了一把 为什么笑儿就不能更像父亲呢 滚滚望天 有时候他觉得他上辈子 一定是欠了九九和这个弟弟的 东华丽在远处看着 可是满意 还好 滚滚像他 这一章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贪客 我是雪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